身份政治中有两种人 只有两种人 要么不是不公不义的加害者 要么是受不公不义的受害者 所以身份政治可说是一种权力斗争 你我彼此为敌 身份政治是借着 从彼此之间的认同标签 来制造敌对的 各位虽然如此说 请不要误会我 当然压迫歧视不公平不公义的行为 都是存在的 都是在我们旁边的 在世上真的有所谓的仇外心态 有恐同也有以色列恐惧症 所以其实这里正义点是在于压迫的程度 压迫的参与者 压迫的来源或者是方式 而不是压迫是否存在 其实早在旧约 这个社会不公平不公义 有压迫已经存在了 也常常被大先知们 小先知们就这样严厉的批评的 给任何人尊严 是我们基督教价值观以及信仰中心的宗旨 那么我们台湾人呢 我们台湾人我们用什么标签来定义自己呢 我们有些人很容易把自我身份认同的放在工作 学位或者是成就上 比如说你是谁 我是华神的老师 我是个网红 或者是呢 我是主任牧师 你呢 你是最弱一环 简单搜寻网路 就会看到很多人各种各样来定义自己 我是孤我在啊 我说话孤我在啊 我喝酒孤我在啊 等等都有 这些身份是建构在人的喜好 人的能力上成为身份标签 所以像我们一个多元多元的世代的话 没有单一的一种方法 或来建构自己的身份 来定义一个人的身份 这个21世纪的身份政治运动 是用人的肤色 性别 社会阶级以归属的宗教 当作人 关键的身份标签 来定义你们是谁 那我们又是谁 各位你们要不要相信 其实古代以色列人同样也处理过身份议题 相信吗 当然那时候没有身份政治这个概念 我说了这个身份政治是一个 现代或者是后现代的一个观念 身为旧约老师 我常说我不喜欢时代挫制 但是我也希望说透过今天的经文 给我们回应一些现在的议题 所以要把现代的概念读进我们的文本的时候 我会小心一对 我认为身份政治里面有一些元素 与我们今天的经文有相似之处 当然这个经文没办法回答我们现在所有的现代议题 毕竟现在议题是充满非常复杂 多面向的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议题上我认为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可以给我们神学上的见解 因此从文本内的叙述看来 以色列人开始要住在殷序之地 这个家人之地 他们必须要处理的是 如何形塑他们的身份 通常我们生命里面除了问题呢 比如说遭遇了风暴 我们也同时经历了身份认同危机 比如说当我们在死亡的边缘了 或者是生病了 失业了 快退休了 搞砸了 我们就会开始不喜欢自己 不能接受自己的处境 不能接受自己的情况 甚至会希望变成别人 这些对我们是谁造成的一种威胁 然而这呢跟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有所不同 古以色列人在得胜之后 产生身份认同危机 就在打败部分的迦南地之后 就在准备要搬进迦南土地之后 就是要开始安定下来的时间了 以色列人的身份出现了危机 所以看起来不管我们的情况是好的 或者是不好的 健康疾病的身份问题都会反复出现 结婚要准备要当爸爸妈妈 要毕业 开始新的工作是正面的 是好事应该要快乐的 个人的身份动摇 并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些疑问 因此在拥有土地之后 以色列人必须去思考到底我们是谁 那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呢 除了种族肤色 啊 肤色 性别 地位 这些关键的标签 我们很古以色列人 还可以用什么方式 叙述我们自己的身份呢 我们在什么基础上定义自己呢 首先第一 地理上的身份认同标签 耶稣亚记二十二章说 在以色列人政府迦南地部分土地之后呢 领受耶稣亚就把 流遍 迦德 马那西班之派 召来开会 耶稣亚说 告诉他们说 你们现在可以回去了 可以回去自己的土地了 就是在这个约旦河东边 而其他的以色列人 继续留在约旦河西边 因此 在河东两个半支派呢 被称为河东支派 They are the Transjordan tribes 两个半 九个半支派呢 就是在约旦河西边呢 被称为河西支派 The Western tribes 约旦河把迦南地分成两个部分 可以说这个地理上的身份认同 是因为约旦河的存在产生的 这个从二十五节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我们呢 华神分成哪些校区呢 有高雄 有丁州 有巴德 还有北美 因为在不同的学校报名 上课 华神人 被按他的地理位置定义了 这是自然而然的 我们自称是巴德华神人 有些人自称他们是高雄华神人 你被你的所在位置给定义了 You are where you are geographically located 第二 财产上的身份认同标签 所拥有的物质 以财产也是一种身份标签 约苏亚也告诉两个半支派 就是那个合同支派的 他们就可以回去的时候呢 他们就可以合法拥有一些财产 就是从迦南地各国所夺来的战利品 他们可以随着他们回去带回去了 圣经写 他们所拥有呢 是包含一些动物啊 金 银 铜 铁 铁 还有许多衣服 建构在拥有财产上的身份标签 会把人分成两类 有的跟没有的 the have and the have not 当然对古代以色列人 这个两个区分是在于 拥有较多和拥有较少 我只是先拥有和后来才有 你被你所拥有的定义了 you are what you own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也是借着所拥有的东西 自然而然定义了我们自己 我们当中许多是国分 不是吗 我想要买耶 有没有iPhone也是一种身份标签 代表所属的社群 有没有房子也是一种身份 以及社群标签 如果我们是一无所有的 比如说如果一个台湾年轻人 我们当中有许多 没有房子的话 就可能会觉得自己被压迫 是被剥夺了 结果我们就会主张 我们要有权利 我们应该要去争取 我们要用法律的途径 确保我们能够拥有这些房子 这些财产的 财产上的身份 有时候是抽签分给我们的 有时候是要努力得来的 You are what you own Or you are what you don't own 第三 诠释性的身份认同标签 另一个身份认同标签是 理解所处的世界的方式 在和东支派要回到 他们的土地的时候 的路上的时候 这些两个班支派呢 他们决定要建造一桌坛 这个第十节会看得出来 那这桌坛呢 圣经说是最高 是高大的 是很明显的 神迹会吓人的 这两个班支派 租了一桌坛以后呢 故事里面冲突就爆发了 这个冲突起因于 如何解释这个桌坛 如何解释这桌坛 对这个桌坛的建造 以及存在 其实在圣经有两个 不同的诠释 第一 和西支派把这桌坛的建造 以及它的存在 被解释为 对耶和华的悖逆 和西支派的话 其实记载在16到18节 对和西支派来说 这桌坛呢 是要敬拜别的神的 不是要敬拜耶和华 所以它是要成为 悖逆耶和华的 他们说 他们早期的祖先 从前就拜别的神 而这桌坛呢 就是 冲倒覆测 对吗 It's repeating the same mistake 他们认为这桌坛 将会惹动耶和华的愤怒 要招来文艺的惩罚 就像以前一样的 那另外一个解释呢 是来自于和东两个半支派提出的 他们支撑他们被误会了 误会了 和东支派说 这桌坛的存在 应该被解释为一种证据 应该被解释为一种证据 见证和东跟和西 两边支派所共有的身份 就是全以色列人 这桌坛将要让他们 双方彼此连结的 这一点呢 可以从耶稣亚记22章 24到29节看出来 各位 解释的方法 或者是我们常说的 有色眼镜 也是一种身份标签 其实politics 政治本身的存在 以及所处的事情 其实就是要manage 这个不同的解释 不同的利益的 解释区分并且定义了 他们是谁 而我们又是谁 如果我们认定 自己的解释是绝对的 并且把解释 跟我们自己的身份 是密切地 把它绑在一起的时候 当然很容易 导致战争跟敌对的 这就是22章12节 记载的结果 那里有说 全会众一听见 就聚集在施罗 要上去攻打他们 去攻打他们 各式各样的权势框架 往往非常分裂 非常激化的 我们才有所谓的 优派 左派 自由派 保守派 什么绿党 还有蓝党 针对这个世界 对对人性 而且对人生该如何走 我们有两种主流的 论述与见解 有一种解释 传统认为说 世界是充满危险 充满邪恶 有另外一组人会认为说 世界是越来越好的 有人认为 人性本为恶 全然的堕落 你们都熟悉的 而另外一组人会认为说 人性本为善的 你是你的有色眼镜 你的有色眼镜定义了你 You are your interpretive lens 在基督教圈子里面 我们也是有各种各样的 权势传统 改革中 有卫斯里中 有福音派 有灵恩派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爵士 居首位 当他们 当把部分的爵士 变成是全部的时候 变成是绝对的爵士的时候 那么战争跟敌对 避免不了的 那首先跟大家说 如果快转一下 会看到其实这个故事 最终最终最终 有一个好的绝取 不要担心 他们真的没有去攻打 彼此的 没有互杀的 这里呢 这个冲突跟污秽 在留学之前呢 已经解决到了 因着两边的良好的沟通 解决了这个两个冲突 彼此之间的冲突 第四 世代性的身份认同标签 另一个身份认同标签 是所属的世代的身份认同 这个经文呢 以色列人有提到两个时代 就是现在 或者当时的人的时代 跟将来的时代 这两个半支派呢 不仅是担忧 他们自己 可能会失去连绝 与无分与基层 和东支派也同样担心 他们下一代的 以色列人 或和东以色列人呢 的基层权 他们害怕 也担心随着时间的流失 将来和西支派 会剥夺和东支派 同为后世的身份认同 以及 共同基层的权利 这份权利 不只是关于应序之地 更重要的是 他们在耶和华里面 共享的身份认同 可能会被剥夺 这个22 25章是我们的根据 其实他们想要呢 就是跟耶和华有份 他们想要 他们的下一代的人 继续敬畏 继续敬畏耶和华的 你就是你所属的时代 你被你所属的时代 给定义了 You are which historical generation you belong 各位从耶稿亚记22章 至少可以看出 有四种身份标签 分别于地理上 财产上 全是信的 时代信的 荣誉我把这些标签 称之为 属人的身份认同标签 属人的身份认同标签 这些标签呢 是处于人的本性 处于人 活在真实世界 必然会有的标签 除非你不是人 除非你是没有身体的人 They are markers of what it means to be truly human 自然而然的 那另一个我们需要认识的身份呢 就是所谓的属神的身份认同 属神的身份认同 Theological identity 这个可以从25、27节看得出来 这个身份认同是什么呢 就是要敬拜上帝的人的身份标签 各位我们必须要记得 两边的真实 起因在于不同权势 不是吗 而这个真实呢 是关乎于你敬拜的是谁 是耶和华呢 还是其他的神 敬拜者是次要的 真正关键的是敬拜的对象 真正能够针对身份认同给予 决定性的定义呢 是你所敬拜的对象 而不是你这个敬拜的人 不管他们是何东派或是何西之派 不管他们解释对不对 不管是他们是第一代是第二代 最重要的是他们与耶和华有份 只是因为他们敬拜的是同一位神 就是耶和华 你敬拜的对象定义了你 那么我们人所拥有的两种身份 到底的关系是什么 属神的身份 属人的身份认同 到底关系是什么 我们来华神就是要学习语言 不是吗 不管是要学希伯来文 学希腊文 甚至于学英文的 我们在学语言的时候呢 我们就学会什么是语法文法的 我们也学了什么是形容词 什么是名词 今天我们不谈动词 虽然我们今天要谈的名词 是从动词衍生出来的 那什么是形容词呢 首先形容词呢 就是要拿来用来形容名词 第二 在两个之间 名词跟动词之间 当我们要造句子的时候 形容词其实是可有可无的 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呢 你的名词呢 是非常重要 名词作为你的句子的主词 或者是你的句子的授词 当然动词永远就是排第一的 因此如果用文法来做比喻的话 可以说属人的身份是形容词 属神的身份认同是名词 这些属人的身份标签 是用来描述属神的身份这个名词 也就是说用属人的身份 也就是说用属人的身份来描述 敬拜上帝的人 然而形容词还有另外一个用法 第三个 当这个形容词比如说 白种的 黄种的 有的 没有的 西方的 东方的 改革中的 福音派的 从形容词 变成名词来使用的话 substantival use of adjectives 当你的形容词变成是我们的琐事呢 when it becomes your noun 那么冲突 分裂 名词 敌对 必定会发生的 当我们只使用这些来定义我们 把自己仅仅仅的定义只是黄种 女性 自由派 第二代 然后再也没有别了 那么冲突就会避免不了 各位我的意思是说 在谈我们的身份认同的时候 让形容词的 归形容词 让名词 归名词 我们的身份不只是黄种的而已 我们是黄种人的基督徒 我们的身份不只是福音派的 或者是灵恩派的 我们是福音派的敬拜者 和灵恩派的敬拜者 我们的属人的身份 相较于我们敬拜的对象 耶和华都是次要的 我在华生教书 不是华生 台湾教书有十几年之久了 陆陆续续就有学生 已经毕业了 变成是校友 有性子的时候 我就与他们私下有友谊的关系 多数的当然 都是单身 也是女生 物以类聚 不是吗 有一次呢 就是跟一位同学 就是校友就聊天的时候 他也是女生 也是单身 当然 我比他们大很多 所以有一次呢 他就问我说 老师 你愿不愿意开始一个 single ladies group single ladies group 我听到这个消息 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心里其实有mixed feelings 很复杂 第一 我当然能够同理 能够了解 这位校友 我知道单身 女生 在个人 在服饰上 有她独特的挑战 独特的压力 独特的问题 别人没办法理解的 我相信他希望说是有一种support group 我非常懂 我也了解 甚至我自己也需要 但是呢 第二个原因呢 也担心 用这种属人的身份标签 来开设一个群体 很容易内聚 特别在一种 这个身份政治的氛围之下 很容易落入 这种把身份标签 变成拘守卫 变成绝对 容易成生命的中心 以及全部 导致你会有 identity politics出现 因此我认为 在这事情上 不是说不可以 而是要谨慎 那接下来各位 容许我来分享 为什么现代的身份认同运动 是带有政治性的 为什么可以那么的激烈 为什么那么的吵呢 你所敬拜的对象定义了你 You are who you worship 如果你敬拜的是耶和华 那么你就有与耶和华有分 你继承了耶和华 你是耶和华的后使 这个两个半支派呢 他们主张 我们也要与耶和华有分 其实这个有分 OK 这个是有希伯来文字 叫做Hellic 这个字眼呢 常常以物质的东西 做连结 有关系的 那对耶稣亚记呢 这个就是对每个支派 所分得的 十字的土地有关系 Hellic 每个支派在应序之地 有自己的一份 Hellic 虽然大小不一样 还是Hellic一份 地里可能也是不一样 还是Hellic 还是有一份 但是呢 这里用呢 这个Hellic呢 是用在上帝身上 Hellic But Adonai 这个字眼 与耶和华有什么关联呢 各位邀请你们 跟我一起用想象力 We need imagination 跟我想象上帝 像一片土地一样 上帝像一片土地一样 分成书分 是给他的百姓 一份给你 一份给我 这就是每个敬拜者 都有分于耶和华 Hellic Bahadonai 值得注意的是 和东两个半支派 已经被分配土地了 不是吗 他们也有那个约屋了 他们其实在这个时候呢 可以选择说 Oh yeah 我们可以回去了 对不对 他们可以选择说 我们终于可以搬进去了 可以独立于他们了 我们可以耕种自己的土地了 我们可以发展自己的产业了 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家族 自己的家庭 甚至可以拜别的神了 我们已经有我们的土地了 毕竟在民宿记32章 早在民宿记32章 他们就是这样要求 不是吗 只有摩西要求 他们已经要跟以色列人 攻打这个土地 所以在这里很特别的点 就是说他们现在要与以色列 九个半支派有所连结的 他们也想要与耶和华有所连结 对他们而言 如果没有与耶和华 没有与这个河西 以色列人有所连结的话 他们先有拥有的土地 他们拥有的物质 甚至子孙后裔的话 都不算什么 都不够 都不算什么 也都不够 意思是他们主张 他们能够拥有超越物质性的 超越历史性的 超越权势性的身份 也就是说一种大过于属人的身份 所以他们要的是 与耶和华里面的身份 就是分于有耶和华的共享者 他们主张要拥有属耶和华的名分 他们主张属选以色列人的名分 各位 这些属人物质性的标签 本质上是有疆界的 会消耗的 是容易变动的 有限的 是局部的 是主观的 是可操控的 甚至可以滥用的 也就是因为 这些身份标签是有限的 是可滥用的 是可以变动的 是主观的 是消耗的 是可剥夺的 可以拿来打压别人的 才会有纠纷 才会有战争 才会分裂 才会吵架 我们知道 当资源缺乏的时候 人们就会竞争 会比赛 会打仗 当资源有边界的时候 就会造成一种篩局 有人赢 当然有人输 当工作机会 不足的时候 刀壳想用的东西 是有限量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 没有安全感 会觉得被压迫 被剥夺 不公平 我们觉得 我们是输了 我们就会担心 我们就不舒服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和华本身是超然的 是可观的 没有边界的 是无限的 是丰富的 是恒长的 不受人操控的 是无法衡量的 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 耶和华说 全宇宙包括土地 全都是我的 其实我们基督徒教义 告诉我们 耶和华的丰富 耶和华的是无边界的 The Plenitude of the Lord 耶和华不只是充足的 而且是充重足足的 无限的 不像有边界的土地 在耶和华里面 没有不足 也没有缺乏 不像主观的诠释 在耶和华里面 没有塞举 塞举 对不对 塞举 塞举 没有赢家 就是没有输家 不像容易变动的工作 地位或者是职份 耶和华是永不改变的 当我们与耶和华有份呢 就没有必要权力斗争 没必要比赛 不需要分裂 不需要有压迫感 不需要有不公平的 对待的感觉 各位 身为敬拜上帝的人 我们是属神 我们属神的身份 是最基础的 是最根基的 是本质的 The essence of being a human being 那么我们属人的标签呢 是吃药的 是辅助的 他们只不过是标签 如果我们共享的是 有限的物质 空间 地位 时间 机会 甚至有限的性别选项 或者是被分配的 的肤色 主观的诠释 真的很容易 侵倒到别人的 侵犯到别人的空间 时间 界限 财产跟机会 和东支派主张 他们要与耶和华有份 他们是同胞 他们是共享者 They are fellow partakers in the Lord 在新线圣经中 与耶和华有份 是被使徒保罗 解释为 基督徒 因着耶稣基督 与上帝相交 与耶和华有份 同等于 与耶稣基督联合 处在耶稣基督里面 与耶和华有份 就是基督徒 与耶稣基督同死 同复活 与耶和华有份 就是透过福音 在耶稣基督里面 同蒙应许 同为后死 这就是与耶和华 与耶稣基督的苦难 与受苦 也有份 身为一个敬拜上帝的人 意味着由上帝来决定 并且定义我们是谁 还有我们要如何生活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老师同学 和东支派主张 自己的身份 属神的身份 是敬拜耶和华的人 这样的渴望 这样的主张 其实是蛮高贵的 是很尊贵的 但是呢 它是违反人性 并且是艰难 是充满挑战的 这呢 比较像是理想 而不是实际 因为比起敬拜 敬拜耶和华呢 敬拜别的神呢 比较容易啊 更贴近人的本性 敬拜别的神 自然的多了 敬拜神会得到 立即的满足 没有道德品格的要求 不需要尾声 不需要有使命 不需要对付自己 不需要背十字架 只是用血气 紧紧地用血气 以这个神明 跟这个偶像 有交易关系就够了 其实 耶稣亚 记二十四章 耶稣亚本身也怀疑 全以色列人 能够遵守他们的承诺 当以色列人发誓说 知我与 知以我 以我家 我要侍奉耶和华 在十九节 耶稣亚马上说 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 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 现在的老师 同工同学 在新的学期开始 但愿我们在神里面 真的要寻求 并且要确认 自己的属神的身份 要确信 我们是单单地敬拜 上帝的人 否则我们就会在 这些吃药的 这些属人的身份标签 制造神了 我认为 现代的身份政治的问题 大问题就是在 在谈论人的身份的时候 不讨论人的属神的身份 把上帝 或者是我们属神的身份 抽起来了 只单纯讲 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 来讲这件事情 不谈你到底是敬拜是谁 因此人就自我定义 自己要的性别 的阶级 的诠释框架 省其自己的肤色 省其自己的价值观 我们的性别 阶级 肤色 诠释 工作 喜好 成就 已经变得独立于神了 脱离上帝了 当上帝 从我们的性别 我们的阶级 我们的肤色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诠释 我们的喜好 甚至我们的时代 被移除的时候 也正是我们 从这些身份认同 标签 制造神的时候 我们就会高举自己的时代 过于以前 或者是将来的时代 我们就会用 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学位 我们的成就 当武器 彼此敌对 在我们的性别 讨论当中 如果没有 把上帝拉进来的话 就会有更多 不同的性别 类别 被加到 LGBTQ LGBTQ 越多字母 越多摆脱有限的事实 我们人不能接受 我们是有限的人 我们想要各方面 甚至在性别上 能够超然的 如果我们的权 我们在权势 人失误的时候 没有考虑上帝 我们的权势 都是浓厚的意识心态 捍卫自己的利益 捍卫自己的好处 不再是神学权势 如果没有上帝的因素 我们会利用 自己的财富 或缺乏 来伤害 甚至攻击别人的 各位 You are who you worship 这个是你的本质 你到底敬拜的是谁 我们一起祷告 父神上帝 感谢祢是给我们 耶稣亚记二十二章 在华神校外 在教会外 仍然有许多人 不知道他们属神的身份 或者是还有些 自称是基督徒 但不把他们属神的身份 当一回事 他们对自己的理解 纯粹是基于物质性 有限主观的身份 而且只停留在这个层面 恳求你教导我们 老师 同工 激励我们的心 把圣经里面的人观 神观 内化 内化 以及活出来 并且分享给我们 外面的人 认识 好让他们 与我们一起敬拜 又真又活的神 活在耶稣基督里面 阿们 阿们